我们现在到了United的Polaris 看起来人很少 今天机场人还蛮少不太多 大家看世界杯 在等候到diving room的时候 我们先在外面的自助餐area 先坐一下休息一下喝一杯饮料 等了不太久我们就接到讯息说 我们的table已经ready了 我们马上进去坐一下看一看menu 这次Polaris人很少 没有很多人 而且diving room已经open了 我们刚好已经点好餐 然后准备希望很快可以有东西吃 这次Polaris launch人不多 但是我们还是等了十分钟吧 十五分钟大概 十五分钟 然后就进来了 然后坐下 然后你看了menu 但是那个menu跟上次其实是差不多一样 几乎差不多一样 然后就我们还是点了上次一样的那个signature burger 那个burger算是里面还可以吧 还可以 还可以 他之前还有那个炒面还是汤面 现在都没有 我都不喜欢老外做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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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t's for me thank you no worries thank you 这一杯呢 就是一杯饮料 做的好像cocktail 但是其实是没有酒的 甜甜的饮料 我先喝一口 喝一口 我浇了一个汤 然后shannon浇了一个salad 分量都很少的 我的主菜叫了一个鱼 还蛮好吃的 饭后当然要吃个甜品 是ice cream cookies 午餐吃完了 我们就回到外面的大厅 再休息一下上飞机 终于上飞机了 我坐的是9L shannon是坐10L在我后面 在看什么 你在看什么 你要喝什么吃什么 又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要起飞了 我们终于要展开 我们两个多礼拜的意大利距离 很快又到飞机吃完餐的时候了 我点了牛排 Dessert是ice cream sundae 但是ice cream sundae card还没回来 吃饱了就到处走一走吧 我已经穿过了Premium Economy 现在来到United的Economy Plus 排列是333 人还蛮多的 这个飞机还蛮满的 到了普通的Economy 差别跟Economy Plus 就是那个脚的Lake Room 比较小一点 可能会觉得很急 座位比较小 没有这么舒服 到了飞机的尾部之后 我就开始慢慢走回去我的座位 先从Economy开始 再经过Economy Plus 然后最后到Premium Economy 再次进行 转到Hod苗里 转到Hod苗里 快一点 United Premium Economy的地方不大 只有二十几个座位 真的走几步就是穿过了 穿过了Premium Economy之后 United Polaris Business在Boeing 787的设计 是分成两个部分 后排的是从第九排开始 第九排的座位 然后前面经过了厨房还有洗手间 前面就是前面八排的Polaris Business座位 然后我就直达了飞机最前面 睡了一觉之后快到了 我点了早餐是French Toast 上了Lufthansa的飞机从Franckford到Venice Business Class其实就是中间腾出了一个空位 坐得舒服一点而已 Business Class还是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午餐 其实味道还不错 打算盒吗? Business Class是传道单的 Business Class 我可以尽 nuevas 这个位置 我们先去做了一种 设计 就是 这个位置